我再说一下关于AVADA主题 这个AVADA主题 同样我们用这个模型来演示 主题这个位置是安装AVADA 这个AVADA主题是60美元买的 60刀 这个60刀是终身授权 但是只能用于一个网站 用了它之后 我们就不需要装这个Elementor了 也不需要这个AVADA主题了 我们可以把AVADA主题删掉或者是停掉 但是这有一个情况需要说明一下 如果我这个网站先安装了AVADA主题和Elementor编辑器 并且导入了这个DEMO演示站 这个网站是一个有内容的网站 不管你这些内容有没有正式内容 反正它现在有内容了 我们需要用一个软件 就是一个插件 还是一个插件叫Reset 关于Reset 我们以后再说 要把这个WordPress给它清空 把它恢复到 没安装这个主题插件之前的样子 或者把这些文件都清理掉 重新安装新主题 重新安装数据 先安装AVADA主题 然后需要注册 你花了60美元买完之后 有一个购买代码 用这个购买代码注册AVADA 然后可以安装两个插件 一个叫核心插件 一个叫编辑器插件 那这套主题它最关键的 或者说必要的两个插件和一个主题 由它们三个才可以正常运行 首先是先注册 然后再安装这两个插件 这两个插件都是在线安装的 然后就是安装弹幕演示站 在它的主题管理界面 里边能看到预建网站 这个预先建立好的网站 现在有80多个 我们从里边挑一个 挑完了之后点击安装 把这个网站安装到 我们现在这个服务器上 一般它的网站内容都是比较多的 我们修改起来会比较方便 会比较省时省力 这个AZTRA主题 它安装弹幕演示站页面比较少 对于没有的页面 我们需要手工去创建 这两个主题 都是目前比较流行的主题 互有优缺点 但是我感觉都是优点大于缺点 关于主题说了这么多 其实还是没怎么展开 没怎么详细 以后遇到问题 我再详细展开 争取每课时控制在三分钟 像这种讲的比较长的 我会给它分割 分割成每个课时三分钟 这样我做起来也没有压力 你们看起来也没有压力 好了 这个视频就讲到这 我们下次见